Baby shake 嘟嘟嘟嘟 Baby shake 疫情大大的影響我们的生活 3C产品的使用也提升了 虾红素成为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营养品 更是常常拿来跟叶黄素做比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素食者也可以吃虾红素呢? 嗯? 难道我会骗了吗? 正确用药保平安 常备药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药师陈宜安 虾红素这个成分最早是在虾子的体内被发现的 所以才命名为虾红素 虽然它的名字有一个虾字 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从 枣类与生虹球藻萃取而来的 虾子也是因为吃了枣类 才在身体里面累积这个成分 大部分我们能够取得的虾红素产品 都是从枣类萃取而来 所以素食者也可以安心使用哦 海鲜里面确实可能存在虾红素 但如果要适当理想的摄取量 我们可能会因此不小心吃进过多的 盐分、脂质、蛋白质 造成心血管疾病增加 或者是胆固醇上升的风险 因此如果要摄取虾红素的话 海鲜可能不是一个那么理想的选项 由于虾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力 许多研究发现到虾红素带来的好处 像是帮助维持心血管健康、双眼保健 增加肌肤的防御力 适合作为日常的抗氧化保健成分 虾红素算是相当安全的成分 使用上没有太大的限制 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按照建议摄取量来使用 吃的过多无法增加效果 还可能会造成副作用 像是排便增加或是胃肠不适的问题 如果在使用后有分电偏红的情形 其实是正常的 不需要太过担心喔 比较要注意的是 孕妇、活入期的妈妈、年长者或者是慢性疾病患者 建议要咨询过医师再做使用喔 虾红素的每日建议摄取量是4-6毫克 由于虾红素有氢脂的特性 建议可以在饭后使用增加吸收率 也可以是需求搭配其他的保健产品使用喔 虾红素的天然来源是鲑鱼以及藻类 叶黄素则是存在于绿色的蔬菜当中 大部分的虾红素产品是从女生红球枣萃取而来的 叶黄素则是从金桨花萃取 虾红素可以调节眼部的结状肌 也可以增加眼部的微斜关节流量 所以可以帮助眼睛及时的舒缓放松 叶黄素则是可以长期的累积在黄斑部综合蓝光 那每日的建议摄取量是 虾红素每日4-6毫克 叶黄素每日6-30毫克 虾红素无法在体内累积 所以需要定期的补充 叶黄素则是要累积到一定的浓度才有效果 所以虾红素比较适合短期的补给 叶黄素则是长期的补充 两者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虾红素加上叶黄素 就适合推荐给读书用眼足 或者是长期盯萤幕的3C足 如果你是需要活力的人 可以使用虾红素搭配B群 虾红素加上鱼油 也可以帮助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许多虾红素的产品 会依照需求做成副方 方便大家选购 当然在使用时就要考虑其他的成分 是不是也同样适合你使用喔 没想到小小的虾红素 还有这么多的美感 每天使用3C产品 真的很容易使眼睛不说服 以前都还会把叶黄素跟虾红素搞混 看完今天这集 相信你就不会这么瞎了吧 以后还可以帮助亲朋好友正确的保养眼睛喔 小心吃尽过多的 过多的 再一次 下一句忘记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忙按个喜欢 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